佛法跟一般我们的宗教 或者一般的世间法 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包括佛法也是在探导法性 但是它的法性是不先预设立场 那一般世间的法 是先有一个答案 然后再去帮这个答案找理由 我先下结论 然后再去找证据 那佛法刚好不一样 我找很多证据 是要否定我的知见 包括那一切法空 原起性空 就是一法不利 彻底就一法不利 那一法都不利 我怎么可能存在 你如果彻底有这样子的知见 叫正知见 如果你还是相对的 以为什么对 什么不对 以为天底下有什么叫真正的真理 确定的真理 那你是邪之见 因为一切真理就不是真理 这一法不利 任何一个法都不可能真正成立 因为这个法是依他起 你对不对是依着这些因缘条件 来说他对不对 不是真的有什么对跟不对 条件改变 那个对跟不对 也跟着改变 所以没有绝对的对 如果要讲绝对的对 就一切法都没有自信 那是绝对的对 总틀对的 failed Lars 般平均 有另外一个人 三八 悔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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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